韩国人都在关注的戏剧前10名 近期有不少新剧正在热播,也有不少戏剧即将收官 如果不知道该开追哪部戏剧,就来看看韩国人都在关注哪些戏剧吧 第10名,韩国KBSETV日日电视剧,幸运的我们 本剧由贤金、白晨炫、吴贤庆、江星、深圳允竹演 剧集讲述跌落神坛的明星医师和星晋医师之间 双向治愈、精神胜利、浪漫共情的治愈故事 这次剧里并没有婆妈剧一贯洒进狗血的情节 而是传递了新概念的家庭故事 由台风的新娘嫖鸡贤导演玉 A More Fatty现在去爱吧,南善会编剧合作打造 虽然这次因为没有狗血剧情,没有掀起太大水花 不过幸运的我们仍旧维持了KBSETV日日剧战剧平日收视冠军的记录 在观众最爱韩剧榜单上也超越同时段对手进入前10名 第9名,韩国TVN月火连续剧,是偶然吗? 改编自韩国漫画家南志恩,惊人号创作的同名网络漫画 由、又、吴海英、烈幕的导演宋贤旭 与新人编剧朴格路合作打造 剧情讲述偶然遇见10年前的初恋后 寻找真正的爱情和梦想的年轻人的故事 由金索炫、蔡中协、尹志温、金多顺主演 是偶然妈预计7月22日上档 凭着金索炫、蔡中协的高人气 本剧从选角开始就备受期待 如今还未开播就以第9名登上近期韩剧热度榜 可见观众是多么期待 这次金索炫在剧中饰演动画片制作《辟地红猪》 和初恋哥哥俊浩分手后 成为对爱情保有怀疑的人 蔡中协则饰演在美国公司任职的财务顾问江厚英 10年后在遇见初恋红猪后 再次对她感到心动不已 金索炫人蔡中协非常适合这种青春剧题材 感觉两人CP感很强 期待本剧能开出亮眼收视率 第8名韩国KBS2TV周末电视剧《美女与纯情男》 该剧是金石沁作家与红硕酒导演季 我唯一的守护者后再度合作打造的作品 由林秀香至轩玉主演 剧情讲述一夜之间跌落谷底的顶级女演员 和让她重新振作起来的菜鸟电视剧导演之间的恋爱故事 开播至今评价很两极 有些观众吐槽剧情太狗血 老土 节奏很拖沓 不过也有部分观众认为 美女与纯情男轻松有趣的剧情很好追 故事也有越播越有趣的趋势 很适合无压力追看 虽然剧情被批评 但这炫玉与林秀香之间的CP感到是受到许多瞩目 林秀香的演技也是一大看点 许多观众及韩媒纷纷赞叹她惊人的演技 将整体剧情的乐趣最大化 剧中剧的眼神细微变化都让人感到强大的冲击力 第七名 Netflix原创韩国剧集 政坛旋风 本剧是Netflix新推出的原创剧集 并找来影地影后薛景球 惊喜爱强强联手主演 剧情讲述想将腐败的巨大权力总统连根拔起的国务总理 和与之对抗的经济副总理对立而展开的故事 由凭借 黄金帝国 Punch等剧获得政治题材大师评价的编剧朴庆秀直笔 棒法 说出你的愿望导演金融丸指导 政坛旋风是影地薛景球时隔23年再度出演的韩剧复出作 上线后收获观众满满好评 剧情节奏紧凑流畅 精彩且反转不断 积极高能 将政治黑暗面刻画得淋漓尽致 紧张感也营造得很足 剧中台词更具剧堪比名言金剧 且全员演技派 让许多观众都直呼 每集都高能 一看就停不下来 对喜欢政治题材剧集的观众来说真的是必追 第六名 迪士尼家原创韩国剧集 红天鹅 红天鹅由金和娜 为搭档主演 最佳爱情 花游记 嫖红君导演语 三姐妹 就要相爱的崔云金编剧合作打造 本剧讲述如愿以偿过着上流社会完美生活 却仍不幸福的女人 遇到总是在危险时保护她的保镖 两人一起揭露看似优雅华丽的大韩民国上位圈 1%集团内秘密的故事 凭着影后金和娜及天王Rain的新鲜组合 开播后即吸引不少剧迷追看 不过首播评价有些两集 有些人认为首两集剧情不算精彩 无论故事内容还是拍摄手法都有些老派 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认为 红天鹅仅开头两集就很引人入胜 剧情虽狗血却很有张力 金和娜Rain不仅演技双双在线 两人的暧昧氛围感也很足 而在剧中大秀见美身材的Rain 更是被大赞率出新高度 第五名 韩国TVN越火连续剧 Player 2玩家2 由宋陈县 吴连旭 李施燕 太元硕 张规丽主演 是2018年OCN连续剧玩家的续集 超能警探 来磨女食堂吧的导演苏在线指导 剧情讲述由天才诈骗犯 万能骇客 天生战斗家及最强赛车手所组成的犯罪收益回购团伙 将不一支才还给社会的故事 该系列时隔六年终于回归 这次除了找回宋陈县 李施燕 太元硕等原班人马接续主演 还要来吴连旭 张规丽等心血加盟演出 可惜整体评价及热度皆不如手机 整体剧情瀑布 不过凭着前作的高人气 该剧人有稳定观众收看 整体热度也不会太低 随着该剧迎来结局 热度也攀上新高点 第四名 韩国TVN土日电视剧 监察 由 请输入检索词WWW 不可能的婚礼 的全容日导演语 朝鲜精神科医师刘士丰 的崔敏豪编剧合作打造 以腐败横行的建设公司为背景 讲述孤傲 不信任别人的监察组长 攜手审计新人 让公司重回正轨的故事 申和军 李正和 靖久 赵亚兰 丁文胜 郑动幻 白贤正单纲主演 本剧刚开播 评价颇为亮眼 节奏流畅明快 剧情也很精彩好看 角色塑造鲜明立体 而影帝申和军更是将角色魅力完美尽现 演出大受好评 众演员的演出也都很吸睛 让许多人都直呼看得很过瘾 最新一级收视率已经上涨至7.213% 是首播3.514%的整整两倍 涨势相当惊人 第三名 韩国SBS金土连续剧 好搭档 由 花婆堂 朝鲜婚姻介绍所 吸血鬼侦探的金嘉兰担任导演 剧情讲述人气离婚律师陷入离婚危机 他与新人律师经常因案件产生激烈冲突 一场律师兼职场斗争即将上演 张纳拉 男志炫 精准韩 表志勋 池晨炫 韩才力单纲主演 好搭档 一样刚刚首播 评价也相当亮眼 不仅节奏流畅明快 剧情也很精彩带感 对离婚案件的刻画真实又很能引人共鸣 角色塑造也很鲜明立体 且双女主张纳拉 男志炫的演技都很出色 将角色色彩完美尽现 剧中对职场的描绘也很写实 让观众追剧时很容易就能投入其中 一追就欲罢不能 第二名 韩国JTBC周末连续剧 他的日语夜 由 大力女子独凤顺的李亨明导演指导 黑道律师文森佐的朴制下编剧直笔合作 剧情讲述一名女性在检查机关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 因为他的年龄能神奇的在二十多岁和五十多岁之间来回转换 这使得他的生活被夹在两代人和一个强硬的老板中间的故事 他的日语夜是近期意外爆红的黑马剧集 该剧要来国民妈妈李真营首度单纲韩剧女主角 也找来郑恩帝 崔正赫搭档主演 该剧融合了奇幻、搞笑、爱情、情侦及悬疑等元素 不仅题材新颖有趣 剧情也很精彩逗趣 笑点密集 整出剧氛围轻松欢快 大受好评 演员群的喜剧演出也相当吸睛 李真营更是将28岁妙龄女子演的活灵活现 演技收获观众高度赞赏 使得他的日语夜口碑及收视皆持续攀涨 许多人都直夸这部意外好看 第一名 韩国JTBC水幕连续剧 陪玩的女人 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由一生要汉 今日的网慢的副导演金荣 幻与新人编剧罗景合作打造 剧情讲述清晰了黑暗过去的大哥迟幻和陪孩子们玩的 迷你姐姐恩和之间满是反转和心动的爱情故事 油盐太久 含上火 全绿单纲主演 陪玩的女人 虽整体收视不算高 但凭着持续攀升的好口碑 收视及热度也稳定上涨 如今更以黑马之姿 超越人气火爆的 她的日语夜 登顶成为近期最热门韩剧冠军 剧情高甜有趣 除了有满满笑点 氛围轻松欢快 更是从开头就甜度超标 令人心动的场面不断 且剧中角色塑造也很鲜明立体 首度单纲爱情喜剧男主角的 盐太久 反差感十足的演技让人惊艳不已 陪玩的女人是一部很适合轻松追的 舒压甜剧 大家不要错过咯 以上就是韩国人都在关注的戏剧前十名 不知道大家都开追哪几部了呢 感谢观看